哈囉大家好我是Aden 我今天要開箱Christian Dior的沙斗馬鞍包 南版奧特利克老花 這次紙袋跟它的斷袋都是電藍夜深的 蠻美的 基本上沙斗馬鞍包它有很多的材質樣式 像山羊皮、小牛皮、超亞光面的皮革 或者是科技布料、或者是帆布 當然還有刺繡、蹄花等材質 而且沙斗馬鞍包的大小尺寸 從小排到大 像圍形12到14公分的長度 再來是迷你型是21公分 再來是小袋 像油拆包這樣是24公分 再來是一般型的 就是25.5到26公分 再來是一個巨大型的 它就是36公分 我們來開箱喔 開始了 開始了 好,我們現在來介紹Saddleback這個馬鞍包 它首創於1999年 而在2000年的春夏時裝首度亮相 而在20年後,King Jones這個現象級大師 重新全新演繹了馬鞍系列 並且在2019年夏季步入了男裝領域 好,我接下來接下來很厲害的就是 它橫跨半個世紀的Obelick 體花帆布、老花 最早是在1967年這個設計師Mark O'Han 他所設計推出來的 那當時還被譽為義大利文的Diorism 就是Dior的極致的意思 再來就是到了2000年了 這個John Galliano這個設計師 把它發揮的靈靈靜致 等於是說是Dior的黃金年代 而且並且踏上了火紅的It's Black的道路 接下來來到了2018年 這個Maria Grazia Julia這個設計師的引領之下 他重新設計了這個Obelick的印花 並且返回50多年前 當初打造這個提花帆布的工廠工坊來製作 也講求這個傳承的精神跟精細的工藝還有製技 我們看細節喔 這圖文提花是以灰色、米色、深藍色的配色 它先刺繡深色再刺淺色這樣層層的疊加真的 內標 這個Dior的CD銅塊很漂亮 而且有點重量 那它這個扣盤其實不要常常拆 因為它會磨損這樣 然後再來是Dior的信 還有它的緩整說明書保證卡 然後再來是Dior的信 Dior